这个印度男人速度比子弹还快 立即比火车还猛 一个大挑就能飞上摩天大楼 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印度科幻剧情电影 印度超人 大家好 这里是王帝讲电影 小胖子小克天生拥有超高智商 七岁素描水平堪比七十 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印度超人前传中 那个因为智障被外星人治疗 然后拥有了超能力 从此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的小罗 可惜小罗和老婆大美 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没过多久 夫妻俩就双双照片套花环 一向墙上挂 只留下了儿子小克与奶奶相依为命 小克的智商超群 很快引起了校长的注意 而奶奶为了保护小克 决定带他去一个风景秀美的山村隐居 让他一年级就开始享受养老生活 因为小克的父亲 就是因为太聪明被人利用 最后丧了命 母亲伤心欲绝之下人也没了 小克天生神力 和小伙伴们做游戏时 总是不小心就成了破坏王 所以他只能和青山绿水 还有小马居当朋友 一转眼 小克已经成了身高1米8 腹肌帮帮硬的大帅哥 超能力也越发强悍 一步跨出18米都是小儿科 但奶奶从来不让他在人前险胜 也不准他进城 这天 小克看到一个没有线的大风筝 在天上打转 就想着把他捡回来给小朋友玩 于是他一招绝不会扯淡轻功 跨过大河 向着树林方向追去 但其实那是一个滑翔伞 而且操控者莉莉正好遇到危险 即将撞树 小克在树木之间辗转腾挪 赶在最后一刻抱住了下坠的大美妞 莉莉天生丽至 小克阳刚俊朗 两人当时就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不过寻找莉莉的冒险团很快赶来 为了不暴露身份 小克只能把莉莉扔在地上跑路 莉莉清醒后第一时间寻找救他的男人 但队友们却说 当时只有他自己在那 给冒险团当向导的是本地人 他在小克的暗示下 忽悠莉莉说救他的其实是个鬼 还蹲在石头上当场念咒驱鬼 但众人都是大城市里受过教育的人 怎么可能会相信有鬼 除非是女人们口中的死鬼 莉莉一激动还把脚外脱救了 小克就在一边偷看 他趁所有人都出去时 进入帐篷捧住莉莉那四灵的秀美小脚 喀巴一声帮他把骨头震了过来 当队友听到尖叫返回帐篷 小克又消失了 莉莉则当时下地剑步如飞 队友们都不相信莉莉说的话 并怀疑他刚才崴脚是装的 向导赶紧出来打圆场 呃这个鬼生前是个医生 是他治好的莉莉 莉莉气得跳脚 决心去村里把小克揪出来 向大家证明 在一片果树林 小克主动现身 不过他找了一群小孩演戏 让他们假装看不到自己 这下把莉莉也整不会了 难道面前的不一帅哥 真的是个鬼不成 正好远处小克奶奶路过 他赶紧过去询问 那个男人是谁 可再一看 小克和小孩们都跑光了 顿时一阵头大 奶奶善良的把莉莉带回家 打算给他倒杯水 让他缓缓 结果莉莉一抬头 就看到了小克父亲小罗的遗像 便把他当成了小克 再往窗边一看 小克一脸见笑看着自己 好家伙 这下不信也不行了 顿时尖叫一声 迈着小嘴布逃走了 冒险团的贝雷帽教官才不信鬼 捡大家都休息差不多了 就组织攀爬峭壁 莉莉摇摇领先其他人 可刚爬上一个平台 一张见笑的脸就出现在面前 顿时吓得一阵干颤 大叫一声 鬼啊就掉了下去 幸好安全扣救了他一命 小克被他嗷唠一嗓子也吓了一跳 当众在翘壁上圆猴附体 几个闪身就上了山顶 贝雷帽教官刚才还说不信鬼 这下直接下的高烧104华氏度 很难不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羊了 教官一分钟都不想在这待了 立刻就让向导联系车带冒险团回家 向导一听不干了 当即找到小克抱怨 我这钱还没挣到手 你把人吓跑了 小克给向导出了个馊主意 于是向导半夜闯进两位女生的帐篷 故作阴森的说小克要见莉莉 不去就追她到天涯海角 于是第二天莉莉第一个起床 按照箭头指示来到了河边 然后小克一脸见笑现身了 并坦白自己其实是个人 带花圈的照片其实是我爹 他还用口哨引出林间的鸟群 说自己从小在山里长大 然后附体草上飞什么的都是跟动物学的 莉莉用针扎了小克 确定流着人血才相信 然后把他引荐给了冒险团 教官这才决定继续野营 并且邀请小克也加入其中 小克漂流时还露了一手 一把抓住一条鱼扔在岸边 拔河就更不必多说 一人拔一串 还一股巧劲 把在第一位的莉莉 拔进了自己怀里 打排球时 看着莉莉曼秒的身材 小克秒变痴汗 莉莉邀请她一起 结果她一激动 然后带着莉莉来到了一个绝美的山坡独处 趁莉莉沉浸其中的时候 她还嗅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这把新加坡来的莉莉震惊到了 她想再去小克的家里做客 两人一边走一边跳 感情也增进了不少 到家里更是大秀恩爱 但可惜 今天冒险团的十天旅程就结束了 小克依依不舍目送莉莉离离去 并第一次流下了泪水 她的初恋还没开尺就结束了 莉莉和闺蜜都是一家电视台的记者 可这次假期玩脱了超出五天 女老板果断把他们炒了鱿鱼 闺蜜为了保住饭碗 果断告诉老板 自己发现了一个印度潮人 如果能把她做进公司节目 收视率一定爆炸 为了把小克骗到新加坡 她怂恿莉莉给小克打电话 说自己看不到她 吃饭也睡不着了 睡觉也吃不香了 最关键的是还被母亲逼婚 让她赶紧来见家长 小克听完直接在包米地跳了半天舞 甚至还出现了幻觉 看到了莉莉穿着红裙热舞 幻想越来越过分 不仅搂了人家的小蛮腰 甚至还幻想有两个莉莉那什么非 但是奶奶听闻她要去大城市还是新加坡 当时就想给她两个大嘴巴 小克十分不理解 奶奶为什么就是不让自己出门险胜 奶奶只好给她讲了父亲的遭遇 原来父亲小罗自从在上一步中被外星人假度照顾 变成了爵士天才后就一炮而红 后来被一家科技公司的大佬请到美国上班 研究出了一台能预测未来的电脑 但没想到老板是个邪恶的博士 要用这台电脑敛财和统治世界 小罗为了阻止这一切 果断把电脑砸坏 结果就被邪恶博士烧死在了实验室 小克妈妈大美也因此悲痛过度去世 奶奶不想让小克重蹈覆辙 就打算让她在小山村快乐过完一生 但如今小克心意已决 非要去追寻自己的真爱 她也拦不住 只好千叮咛万嘱咐 千万不要在外人跟前展示自己的能力 于是小克就穿上父亲当年的皮衣 第一次来到了大城市 没想到新加坡也有抢包的飞车等 不过被小克一抬手甩飞 小克被莉莉安排到了一个公寓 并在闺蜜的帮衬下撒谎说她妈妈去了香港 让小克先在这里玩乐几天 小克信了 并精心挑选了一枚定情戒指送给莉莉 逛公园时 小克看到了一个卖艺男 对方为了治疗自己妹妹的腿 努力卖艺 但是 围观群众和看视频的观众都差不多 看完就走 别说打赏 点赞都懒得点 小克当时就抽出兵器架上的武器 疯狂又卖力的表演 吸引来一大群人 赚了不少钱给那对兄妹 看来 打赏人太少 还是因为不够精彩 蔓一男非常感谢 并诚心邀请小克 到她工作的马戏团观赏马戏 莉莉这边已经和闺蜜准备周全 并邀请小克过来和红毛猩猩比赛爬树 小克被突然改变的画风整懵了 不是来见丈母娘的吗 她可答应奶奶不暴露实力的 于是 她硬生生把和猩猩的爬树比赛 变成了人猴交友节目 老板怒骂蠢猴子不配合 红毛猩猩直接扔香蕉 砸老板屁股 还略略略挑衅 接下来 他们又让小克徒手抓鱼 结果捞上来的不是裤衩子 就是球鞋 把莉莉两人都气哭了 小克赶紧一顿深情告白 把莉莉哄开心 为了尼补她 还带着她来到卖一男说的马戏团 然后风骚上台领舞 没有什么是一场舞无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多来几场 果然 莉莉很快融入其中 可就在气氛欢乐之时 舞台突然爆炸 随后燃起大火 莉莉被气浪先飞摔晕了 几个孩子被困在高处 眼看叫丧命 小克想救人 又怕暴露能力 突然 他看到了地上的黑色面具 果断皮衣反穿戴上面具 然后几个大跳救下两个孩子 从帐篷顶部逃生 就最后一个孩子时 帐篷已经是一片火海 小克轻功绳上飘 与死神赛跑 最终救回了那个鲜活的小生命 面具侠隔天就爆火各大电视台 所有人都在寻找这个超级英雄 还承诺 面具侠本人可以领取2.5万美金的奖励 领取条件就是他脸上的面具 能和当晚掉落的碎片相吻合 莉莉从眼神中几乎可以肯定 那人就是小克 为了第一个发现面具侠真身立大功 闺蜜和他设了一个局 和莉莉逛街时 突然出现一群飞车党挑戏莉莉 小克果断动手赶翻对方 正要一个大跳跳上三楼时 突然看到了楼上的摄影机 小克赶紧掉下来躺在地上装普通人 可飞车党们却越打越洗劲 根本不听莉莉停手的命令 一问闺蜜才知道 他请的演员还没到 这些是真的飞车党 最后飞车党抢走了莉莉的包和戒指扬长而去 小克没有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还手 而是当晚化身面具侠 去教训飞车党顺便拿回戒指 飞车党都惊呆了 这还是白天那个被围殴的青年吗 他不仅会飞天 甚至扔出的摩托车都自带导航 摇摆着就把人撞翻 飞车党当场赔礼道歉交出戒指 不过小克摘下面具时 正好被麦一南看到 麦一南的妹妹正缺钱治病 小克就将面具给了他 让麦一南以面具侠的身份去领奖金 自己正好能在幕后深藏公寓名 另一边 当年烧死小克父亲小罗的邪恶博士 又在新加坡的一座小岛上建了一个基地 花了二十多年 把小罗制造又毁掉的电脑给修复了 而当年和小罗共事的安全主管 在面具侠灵将现场摄影师的无意拍摄中 发现了小克的身影 并一眼就认出他是小罗的儿子 因为他们长得太像了 他赶紧动身去找小克 小克这边拿出戒指再次向莉莉表白 莉莉心喜中带着点娇修 与他在城市的各个地方大挑特挑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也彻底喜欢上了小克 即便老板已经把他和闺蜜炒了鱿鱼 但职场失忆情场得意 两人如胶似其 在树林嬉戏打闹 海边失神诱惑 在吊桥上勾肩搭背 焦头接耳 这天 莉莉正穿着小粉裙 趴在床上看着和晴朗小克的录像 无意间发现 那天在马戏团捡起面具的就是小克 当时就兴奋的准备和闺蜜把这事曝光 没准还能拿回工作 但小克给莉莉妈妈打电话准备见面时 才发现对方根本没去香港 同时发现 从始至终都是莉莉和闺蜜在骗自己 目的就是保住工作 他生气的当时就要收拾行李回家 莉莉得知赶紧抱住小克 并说一开始是骗他 但现在已经彻底爱上他 他不明白 为什么小克拥有那么强悍的力量 却要隐瞒不让大众知道 小克心意已决 不管莉莉如何挽留 都要回村里找奶奶了 但在机场 父亲的老朋友 就是那个当年共事的安全主管 找到了小克 他告诉了小克一个大秘密 他怕小罗还没死 原来 当年小罗砸坏了自己发明的电脑后 邪恶博士本来打算杀死他的 但安全主管说 电脑就算重建 也得需要小罗的视网膜和心跳数据 才能运行 于是 邪恶博士就将小罗软禁起来 并对外宣称他死于火灾 莉莉听完 终于理解小克奶奶的良苦用心 他主动把能证明 他是面具侠的硬盘交出来 再也不提超能力的事 但小克得知 父亲被囚禁20多年后 决定要去救人 邪恶博士果然囚禁了小罗 今天就是预言未来电脑重启的日子 他用小罗的视网膜和心跳数据启动后 迫不及待就对自己未来的成就 进行了预言运算 结果发现 自己被地上的尖刺刺死了 而治自己死亡的人就是面具侠 这还了得 他赶紧带领手下去干掉面具侠 逆转未来 于是 悲催的麦一男就在宿舍领了盒饭 小克悲伤不已 想不到他好心却办了坏事 愤怒的他戴上面具 衣服反穿 再次化身面具侠 跨过大江 超过大巴 一路追逐邪恶博士 但是导演在马路中间放了一个呆立不动的小男孩 为了救他 导致邪恶博士顺利登上了楼顶的直升机 小克来到喷泉 一招汉底拔葱飞上大楼 然后把轻弓发挥到极致 上天堪比直升机 下海比肩潜水艇 最终追着邪恶博士来到了他的小岛基地 小岛上 邪恶博士雇佣了一群砍柴的守护 可惜 在愤怒的小克面前全部不堪一击 更何况 他们用的还是砍柴刀 小克将一群人团灭后 进入了实验基地 邪恶博士从监控上看到有人入侵 提前在门后安排了一群小区保安 谁知 小克不走寻常路 把墙撞个窟窿闯进来了 三两下把保安团撂倒 但潜力济穷的邪恶博士挟持了小克父亲 一枪打死了给小克报信的安全主管后 又让手下把抓来的莉莉带上来 小克无奈 只能执行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政策 一步一步向前走 最终被一灭火器打趴下 小罗扑倒在小克面前颤抖着问 你是谁 为啥要穿我的皮衣还穿反了 小克没有回答 而是一下先翻正要踩人的邪恶博士 然后一套幻影迷宗拳 再次报销一个保安团 刚才拿灭火器打自己的西装男也被追飞 邪恶博士捡枪时 被小罗和莉莉联手缠住 对方一个右边手 外加一个左正灯 摆脱纠缠 帮帮两枪射向莉莉和小罗 这一刻时间仿若凝固 小克把手里的灭火器甩出了超越子弹的速度 打飞射向莉莉的子弹 同时用自己的肩膀挡下射向小罗的那颗 然后没再给邪恶博士杀人的机会 一拳将之打飞 正好落在地上的尖刺上 邪恶博士最终还是没能逆转未来 小罗这才知道 穿自己皮衣的是20年没见的儿子小克 那没事了 电影最后 莉莉以女友的身份跟小克回来见奶奶 奶奶见到小罗的那一刻呆住了 没想到她还活着 母子抱头痛哭 小罗看着大美的遗像悲痛不已 但仍然用电脑联系了外星人贾度 再次感谢他曾经对自己的帮助 印度超人上用于2006年 是上期我们讲的印度超人前传的续集 由印度天王级影星赫里尼克·罗斯汉主演 动作指导是香港的程晓东 特效总监则来自洛杉矶 片中所有动作都由赫里尼克亲自完成 拼命程度堪比成龙 虽然加上特效后还是没能逃脱神剧的范畴 但这依然是印度电影迈出的一大步 而且剧情也比较饱满 欢笑中甚至有点感人 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影片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